内娱男性腰起来真没女性啥事 大家好我是嘴读的小方 不得不说 大张伟道出了时尚圈的真理 有些办杂志跟设计女装的那帮男的就不喜欢女的 所以对于男性的造型 真不见得是给我们女性观众看的 最近张新成出席活动这套造型 震惊我全家露胸露背露腰 一硬俱全 看似是走男性性张力荷尔蒙的路子 关键看起来 咋就这么激励激气的 被网友吐槽张新成演了个兽 把自己演的电奏偏锋 还油腻尴尬 以前的小太阳去哪了 杰杰罗上半身都比这造型要好很多 明明没有八块腹肌 肩宽细腰的好身材 还要寻求自己走性感路子 结果金修图上都还有鼓出来的小肚子 看得我是两眼发懵啊 只能用腰印的形容词来表达我的心情 很多男性都做过性感风 除了张新成这种露肉的鱼网 蕾丝真空装所营造的视觉冲击 也是让我看不懂的存在 比如 龚俊之前的杂志封面 真空鱼网 蕾丝造型 像这种漂亮明艳的女装 男性穿上真会有女生心动吗 我说的是产生性张力的心动 直接喊姐妹了吧 龚俊这身材穿啥不好看啊 不急掀起来 我都要色眉眉的多看两眼的程度 弄成这样刻意卖弄 反而提不起兴趣了 同样鱼网造型的 还有张若云 张若云你要是被鱼网绑架了 你就眨眨眼 说是裙子吧 套在身上把张若云 显得像从红尘跳出来的修女 跟帅气啊 高不战兵 这是想要体现什么样的时尚呢 让人不理解 还辣眼的造型 就是时尚吗 就像邓超当年 这性感渔网造型 背上他朴朴粗糙的脸 所以你看了会不会做噩梦啊 硬汉穿黑丝透视装 身材再好都解救不了 比如这样的 这样的 陈志鹏虽然陈青不是自愿穿的 让他穿的人 估计也知道越另类 越辣眼 越能破眼球 除此之外 诱惑的性感风 也是男爱豆们的最爱 当时啊 蔡徐坤参加选秀的 渔网内搭 造型加耳环 加妆容的妖艳造型 让粉丝哇哇叫 我这种老阿姨看了 当时还疑惑 是男的还是女的 所以爱豆们走的就是中性风 王嘉尔的黑丝云网透视 搭配上妖艳造型 真的有被吓到 黄子涛的黑丝 性感蕾丝还戴花边 穿有着黑纱的裙子造型 让我怀疑 他内心住着一个小公体 当这些爱豆走红 参加综艺 出席活动 穿着清清爽爽的 就像变了一个人 他们也深刻明白 这些并不是主流喜欢的神美 当然舞台装夸张一点也是能理解的 但像华晨宇这么夸张的 还是有点不能理解 第一不能理解 他在舞台上唱歌的疯狂状态 被网友做了一个归类 陶醉中邪打鸡血 虚脱傻笑 其次不能理解 是他的造型 好像都是女装 不仅如此 还经常脚踩各种各样的高跟鞋 细的 粗的 颜色各异 当然他穿高跟鞋 肯定是客观原因在身上的 眼见着 他的脸越来越尖 头发越来越长 额骨手臂 不知道是不是闻着大片大片 艳丽的花 跟刚出道的他 简直两模两样 周震南也是热爱深微的boy 当时这套戏曲照又把我吓到 都看不到他的眼球 眼白太多了 说句不怕被喷的话 周震南这脸和身板 走性改美艳风 说实话有点牵强哈 除了衣服 男性很多油头造型 也真的好妖艳 无蕾这段广告 看一次笑一次 镜头 闪光灯 从不怕被注视 我 始终是我 还在看吗 嗯 我 一瞬间 我以为哪个日本女星走过来了 造型是真绝了 由头就由头吧 还整个S型魅惑刘海 这是在演艺 无女类吗 之前 吴磊穿真空西装的造型 就赫尔蒙爆棚好吧 不少人色眯眯的盯着 他那裸露的胸膛感叹 三十弟弟是个男人了 到这儿怎么男人 爹阿姨了呢 肖战也被由头祸害过 整个人的气质就显得豪吐 刘海就像一个厚重的假发片 垫在头顶 充满了别扭感 龚俊的由头加刘海的造型 让我笑出声 这门脸是来搞笑的吧 帅气吗 漂亮吗 我都忍不住想叫一声 大佐你好 好好一个大帅哥 为啥弄得像个不怀好意的坏人 还被网友吐槽 龚俊是不是也不灾芒 除了由头是时尚圈的最爱 拖把头也开始跟由头竞争 时尚圈的地位了 首先出场的是陈兴旭 这头妖柔的造型 这鬼一样的灯光 配上红背景 这是什么恐怖片啊 让我想起了黑暗荣耀 这位妹妹的头 也是一种恐怖到 让人不寒而栗的感觉 关键造型师极其喜欢这个造型 陈兴旭换了身绿色衣服 依旧梳着拖把妹妹头 还是好丑啊 比她还夸张的 还有猪一龙 不过人家没有这么恐怖的灯光 同样拍摄时尚大片 一个拖把头 一条长裙子 嗯 这是要表达一种自由美 尽照全被这头发 夺去了眼光 再配上雀斑和脖子上的花花 这种审美啊 我不太懂 现在的确是男色时代 但造型师们 不能只顾自己的审美 好歹 还是多考虑考虑 女性观众的审美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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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